安波华宇足球快训 2021年3月18日 西西尼流浪者前途光明 周五下午 奥执连继续继续有精彩赛事上演 届时西西尼流浪者将做阵主场迎战破斯光荣 两队近况截然相反 当然看好拥有主场之力 而且目前还保持连胜状态的西西尼流浪者在下一城 西西尼流浪者上轮平级攻击守眉智等人先后建功 最终以4比3险胜会灵顿凤凰 从而斩获联赛两连胜 如今排名联赛次席 虽然这场胜利只是西西尼流浪者赛季首次连胜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在今年头两个月的八轮联赛 几乎保持不败的他们 经济表现比起上季有助明显的进步 今仗迎来多轮不胜的破斯光荣 西西尼流浪者主场称雄问题不大 破斯光荣目前战霸9轮联赛场 均攻入2.33球之多 入球能力冠决澳大利亚联赛 但与之相反的是 球队目前只能排名第9 造成如此反差 实属场均失掉2.22球的糟糕防守之过 破斯光荣开季至今每轮都有失球 最近三轮则每场都至少失掉2球之多 如此形同虚设的防守 显然成为拖累球对战季的最不利因素 破斯光荣近三轮联赛 只有一合二负的劣迹 表现令人大失所望 何况球队精湛需要做客出战 状态低迷的破斯光荣实在不宜高估 感谢收听安波足球快讯 期待与你再会 请关注我们的FB专页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监力与你会的防御 如果您购易摇一条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读人物购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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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人物购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小传练